首先呢,台长告诉大家,我们说,一个人呢,如果你说非常激动的心,你经常烦恼的心,你有不真实的心,这些心实际上就是你的烦恼的制造者。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,要把自己的心变成禅心,禅是什么?禅就是锻炼自己去接受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物,用智慧来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,来解决人间的烦恼。 你用了这种心,你就可以慢慢的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安静。 所以,台长经常跟大家讲,禅是解脱,禅是一种聚静,禅是一种开悟,禅又是一种出离。 所以,一个人拥有悟性,首先要理解别人。 一个人能够理解别人,他才会在自己的本性上产生一个良好的,我们说,善缘。 有了这个善缘,你才能相互了解人生,禅目人生,开悟人生。 所以,很多人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,要明白一个道理。 我们做人,有时候,是有禅,非无禅,就是好像有这个禅,又好像没有这个禅心。 所以,禅心,思动,非动,这是台长在《白话佛法》里跟大家讲过的。 有时候,为什么叫禅心,思动,非动,就是好像开悟了,又好像没有开悟。 有的人,坐在那里没有动,好像入禅了,入雾尽了,但是呢,他的意念不停地在动。 所以,有的人,脑子杂念纷飞,虽然你看他,身体没动,但是他的烦恼不断,那么这叫非动。 非动,实际上在动吗?好像没有动,身体没有动,但是脑子在动。 是不是真的在动?是的。 所以,这就叫禅心,是动,非动。 所以,有时候,对禅学不能理解得很深,你就不能禅悟人生,你就不能彻底地开悟自己。 就像我们经常在人间说的,静中有动,动中有静一样。 你看,我们有时候坐在那里不动,但是实际上,我们心在动。 你看,我们有时候在动,但是我们心没有动。 所以,真正有智慧的人,是静转,而心不转。 外面的环境在怎么转,而我的心不转。 外面的环境在怎么变,而我的心不变。 这才是你真正的,能够惨悟的人生。 所以,人很可怜。 有时候呢,台长经常跟大家讲,我们没有境界。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如理如法地学佛修行。 我们就像一个盲人一样,在茫茫大海当中,在寻找着自己的救生船,在茫茫大海当中,在摸索着自己的一条人生之路。 但我们没有智慧。 我们不能理解佛法。 很多人连接触佛法的机会都没有。 所以,才会把善恶看不清。 所以,才会不懂得善,就懂得恶。 所以,我们人把自己定位定好了。 你今天到底想成为一个善人,还是成为一个恶人? 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善人,你就要向善学习,好好的做善事。 你就要懂得怎么样能够向观世音菩萨学习,怎么样向我们伟大的佛陀学习。 所以,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。 善心,善男子,善女人。 善心,就是这个善子。 所以,今天在白话复发前面,台长赵列先跟大家讲一讲, 禅学对人生的一种领悟。 今天我想继续把33观音的通俗形象跟大家再继续讲一下。 因为这个还没讲完。 上次讲到22,讲到22是夜一观音,夜就是我们说的一夜一夜子的夜。 今天讲23是琉璃观音。 琉璃观音又我们经常称为高王观音。 这尊观音菩萨的形象呢,是两个手啊,持着这个琉璃的弧。 实际上琉璃呢,是什么呢? 琉璃就是一种像玻璃器皿一样,但是呢,是透明的。 但是它非常珍贵。 四有四无,有点像我们人间的磨砂玻璃一样的。 但是呢,它不一定不同的那个质量,所以它的价位非常的高。 用现在讲,琉璃。 所以呢,观音菩萨呢,就是站立在那个莲花瓣上。 然后呢,它在水中啊,游在水中。 这个,这个琉璃观音菩萨呢,就是表示呢,在三十三声中当中的自在天生。 这观音菩萨非常的自在吉祥。 这种观音菩萨呢,就众生,这个,所有的苦难,叫诸苦难。 在危急的时候呢,如果你不停的念,观音菩萨,能令死者复活。 这里呢,讲了一个故事是在,东为孙静德。 啊,他被人家行情的时候,三刀架在脖子上都没有损伤。 啊,这是因为他,有观音菩萨保佑,啊,可能又是受到点冤枉。 二十四尊菩萨是多罗尊观音菩萨。 啊,这是旧度母观音。啊,旧度母观音。啊,旧度母观音。 所以呢,观音菩萨呢,在这个形象当中呢,多罗尊观音菩萨形象当中呢,是清白色的形象。 清白色,微笑。啊,穿着呢,鲜白的衣服。 全部白的衣服。右手呢,他放在衣服里面。 左手呢,安住。啊,多罗菩萨呢,实际上呢,在我们汉,汉传佛教当中呢,这个形象呢,很少出现。 而一般呢,在多罗菩萨呢,在印度,非常受人的敬仰。啊,二十五呢,就是,叫哈利观音。 哈利观音呢,就是,大家听其声就知道。 就是观音菩萨啊,坐在什么地方呢? 坐在哈利,一个哈利的当中。啊,一个哈利。 大家知道,哈利就不是一种水上的一种,啊,就是那种水,水上的仙的动物吗? 这个,这个呢,有一个故事呢。 观音菩萨为什么去跌坐在哈利当中呢? 这种观音菩萨到底怎么来历呢? 那像这种,你们以后一看见人家说,哎,这种观音菩萨不知道是哪针呢? 你们一看哈利就叫哈利观音。 他是,是这样的,在, 传说呢,在唐文中啊,就这个皇上啊,耗食哈利。 他非常喜欢吃那个哈利。 有一天呢,啊, 他把那个哈利啊,拨开之后啊, 现出了菩萨的形象。 你们知道那个哈利不是把它拨开的吗? 很多人小时候,啊,拿一个,拿一个钢瓣,就这么一弄,就把它拨开了。 当时呢,他说,这个哈利呢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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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文中啊,皇上啊,他拨开之后一看菩萨的形象, 哇,这个文中皇帝大惊啊, 吓得了,不得了。 马上呢,就招到钟南山的为政禅师。 钟南山,大家都知道啊, 玄奘法师曾经也在那里修过心。 所以钟南山是很有名的一个大这个寺庙。 那个当年的那个为政禅师在那里。 就皇上呢,马上就向他请示了。 请这个皇上文中呢,就说了, 请那个,这个,这个,这个,我们的,这个禅政,啊,就为政禅师啊,请您辞教。 啊,为何有如此的现象出现? 啊,当时呢,这个,那个禅师呢,啊,想了一下,啊,就告诉,这个,这个皇上就说, 此乃观世音菩萨献身说法,啊,就是让我们因爱惜, 悟命,就是动物的生命啊。 这皇帝大喜啊, 马上就派人用檀香墓啊, 雕成佛堪,啊, 然后呢, 以这个,啊,这个, 锦段做垫子, 放在下面, 更以玉器呢,作为盖子, 啊,安放了, 非常的庄严, 再赐给信善事去供养, 并召告天下, 所有信奉观世音菩萨的三男性女们, 命天下寺愿, 立观世音菩萨像, 从此以后不能去吃, 就是叫戒食哈利, 啊, 所以你去看好了, 啊, 有一些密宗, 他们,啊, 还是吃荤的, 但是他们哈利不吃的, 啊, 所以这就是哈利观音的由来, 那么第二十六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通俗形象呢, 是六十观音, 六十观音, 右手呢, 持着那个, 啊, 观世音菩萨是那个凡家类子, 凡家呢, 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的法器, 啊, 这个凡家呢, 就像一个小的一个, 啊, 一个小小的一个方的, 一个, 一个小法器, 这个, 这个凡家呢, 上面是有的六字这个, 这个托罗尼的, 张具的托罗尼, 啊, 六个字的托罗尼, 因为过去讲呢, 如果你持有这个托罗尼, 这个凡家的话, 啊, 就这个家子, 家族的话, 啊, 就是你可以得托六道苦果, 得六秒门, 六秒门就是六种, 法庙啊, 啊, 这个, 这个我们说门是什么, 所以很多人说进门, 实际上就是路门守策, 心灵法门, 路门守策, 就是刚刚进门, 啊, 然后呢, 正六根通, 啊, 人家说六根圆通, 啊, 耳通啊, 眼通啊, 鼻通啊, 所以你看好了, 你看看有的神通就是大家看得到的, 你看像动物当中狗, 他的鼻通很厉害, 你看他闻得到皮里边, 皮箱子里边, 再远的地方的那些, 啊, 他应该闻到东西, 他都闻得到, 过去呢, 这个, 为什么叫, 啊, 这个叫我们说, 这个六时呢, 为什么叫六时观音呢, 因为过去啊, 这个, 印度啊, 一天呢, 分为六个小时, 六个时程, 因为我们现在, 华人讲叫六个时程, 而这个六时, 六个时程的观世音菩萨呢, 啊, 六时观音呢, 就是比喻啊, 我们观世音菩萨不分昼夜的守护着我们的众生, 不分昼夜守护着我们的众生, 啊, 好, 那么今天呢, 我们又讲了时尊的观世音, 时尊的观世音菩萨, 啊, 因为时间关系, 我们下次再继续给大家, 啊, 继续讲观世音菩萨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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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,